中共稱讚8月早歇時 與俄羅斯進行的聯合軍事演習 稱演習保證了阿富汗不斷惡化的局勢 不會禍及中國 大約1萬多人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訓練基地 進行了反恐訓練演習 寧夏有200多萬回族人 回族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 儘管大張旗鼓 但專家表示 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並不像人預計的 美國和其民國之間的那種合作 此外 隨著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崛起 北京和莫斯科都面臨中亞日益不穩定的可能 兩國都是該地區為自家後院 專家警告說 該地區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 可能會恢復到911前的狀態 塔夫次大學 弗萊切學院 俄羅斯和歐亞項目助理主任 阿里克·布拉科夫斯基表示 中俄夥伴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相待 布拉科夫斯基和大紀元說 當然 中國明白自己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 而俄羅斯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大國 儘管經濟實力不平衡 但他們的軍事實力差不多 他說 至21世紀賽以來 中俄的關係一直在發展 從911事件後的反恐行動 和首次聯合軍事演習 和平使命2005開始 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 在2014年再次加強 主要是因為俄羅斯吞佩克利米亞 受到一系列國際制裁 俄需要維護經濟安全 獨立情報分析員 美國國防研究中心 兼職研究員 保羅斯·蒂夫·利奇 告訴《大紀元》 這種安排的深度 經常被錯誤描述 斯蒂夫·利奇說 我仍然認為 儘管很多人都這樣說 俄羅斯和中國尋求的一體化程度 還沒有定論 他們或者能夠在某些領域 聯合運作 但這不是融合 這兩位專家強調 俄羅斯和中共 有著不同作戰的理論和作戰方法 由於這兩個大國之間的 文化差異 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並不像西方傳統的軍事聯盟 對主權至上的關注 令兩國關係進入了關鍵時刻 目前 兩國都試圖與阿富汗死灰復原的塔利班 建立迅速發展的關係 最終 對於俄羅斯和中共來說 與塔利班的關係 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俄羅斯和中共 如何獨立決定與塔利班打交道 可能會影響他們的長期合作 然而 不理他們的友好關係是否繼續 阿富汗最近發生的事件 將在未來幾年 在整個地區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 布拉科夫斯基和斯蒂夫利奇都表示擔心 新的事態可能標誌著 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增加的時代 斯蒂夫利奇將這種情況 給了計時炸彈 不理塔利班是否成功 他預計 一個重新崛起的塔利班 很快就會被一個重新崛起的基地組織所取代 最終為戰前狀態鋪平道路 因為恐怖主義訓練組織 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少數群體中 灌輸不滿情緒 無論是在新疆 車神 還是其他地方 斯蒂夫利奇說 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仇恨 恐怖分子也會看到一個行之有效的模式 你等著捱打 塔利班曾說過 美軍有手錶 我們有時間 斯蒂夫利奇補充說 隨著極端分子 回到更傳統的組織 甚至可能看到ISIS的減少 但世界各地 會有更多的恐怖主義活動 或者不會馬上發生 但會回到911之前的模式